中药材,元宝草,你知道它在野外长什么样子吗? 在我们这边的山边上,经常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今天就跟着朗朗一起来,详细的论识了解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一个环境 周围有很多树木,夏天在这样子的林下也是比较凉快的 那现在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边上的这个草丛里面 你看,这里就有元宝草 元宝草呢,是它的中药名 它呢,是藤黄科金丝桃鼠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冬天它这个地上部分的植株呢,就会干枯 到了来年的春天,它又会长出新的枝叶来 它的叶子是这种当叶对生长圆状披增型 或者是稻披增型呢 看着就好像一个个元宝的形状 所以它就因此得名元宝草 它的别名呢,还叫双对叶 大号黄浑草,大号甜头香 对月草,红酒草,叶暴汁,红元宝,对月莲等等 它的金是这种植栗,或者是有的也有分枝 然后是成这种圆柱形呢 它的全草在中药上都可以用 好多的草药书上都有记载 像全国中草药汇编 植物名食图考 中药大池典,湖南药物字 四川中药字等等 这里头啊,对它都有记载 它底下的根部呢,长得细细的 大概都是每年的夏秋季节呢,可以采收 清洗干净,晒干或者是先用 四到十月的时候 它就会开这种小小的鲜黄色的花 花虽然不大,但是很显眼 开花的季节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它 它的果期呢,是每年的五到十一月 这个就是它结的果实了 凑近来看你就会发现 它果实的外表呢,长有这种有刺的褐色线体 那野生的元宝草呢,一般就喜欢长在一些山间的路边上 或者是山坡草丛中 一些阴湿的地方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它也都有生长 就要看你平时上山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它了 在你们的家乡多不多这种元宝草呢 快来留言区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朗朗,我们下期再会